那么咱们刚才呢 就来说了一下 Sprint的一个IOC的底层的实现的原理 它的底层的实现原理呢 就是用工厂模式加反射加配置文件来实现的 但是这个反射和配置文件不用咱们写了 这个反射和配置文件的解析都不用咱们去写了 那这个其实你们应该在外部阶段写的案例的时候 是不是也简单的用过这块 对吧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儿 那么我们刚才呢就来做了一个Sprint的入门 其实Sprint呢在使用的时候还挺简单的 就是把你自己写的一个类啊 配置到Sprint的配置文件里面去 然后呢你在调用这个类的一些方法的时候 怎么办 通过工厂的方式啊 然后来获得这个类的实力啊 就可以了 这是这个地方啊 那么在我们的Sprint里面 就是IOC的部分当中 它里边呢还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叫啥呢 叫DI 啊 这个面试的时候也经常会问 啊 叫IOC和DI 那么前面呢 咱们已经解释过IOC了 什么是IOC啊 叫做 叫做控制反转啊 控制反转的一个意思呢 就是我们将对象的创建权 对吧 反转给了Sprint 就现在你对象本身自己拥 现在不用你拥了 Sprint帮你拥了啊 然后我们来看DI DI叫什么呢 叫 叫Dependency Injection 啊 叫做依赖注入 那什么是依赖注入呢 啊 什么是依赖注入呢 我说了 这个是面试的时候啊 经常会问你的两个概念 面试的时候经常问 那什么叫做依赖注入啊 这个依赖注入指的是啊 必须前提是得有IOC的环境 那注意这前提啊 必须要有IOC的环境 你才能提到DI的概念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现在将这个对象 对吧 已经交给了Sprint 就你DI的得有前提啊 就你这对象已经交给Sprint了 那么Sprint在管理你这个类的时候 会将谁啊 会将你这个类的依赖的属性 给它注入进来 这个注入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叫做设置 叫做设置 OK 那这就叫依赖注入 其实我们面向对象的时候 我们面向对象的时候啊 是不是类和类之间呢 它是有一些关系的 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有依赖 还有什么 还有啥 还有这种叫聚合 对吧 还有呢 继承 其实我们对象和对象之间呢 是有这几种关系的 那什么叫做依赖呢 其实依赖关系指的啥呀 指的是我们这写了一个A 对吧 写了一个A类啊 然后呢 又写了一个什么 B类 然后可能在B的这个方法当中 对吧 比如说 什么什么什么方法 这方法里面需要用到谁啊 A 那你需要在B类的一个方法当中 来把这A传过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B依赖了A 那这种就是一个依赖关系 那啥是继承关系啊 继承关系不是说了 你写一个class A 对不对 然后呢 再写一个class B 然后我们就可以让它呢 去继承A了 对吧 继承叫什么呀 叫A子 是一个什么什么 我们就可以采用继承的方式 对不对 比如说麻雀是一只鸟 那你就可以用那个麻雀那个类去继承鸟 对不对 OK 这就是继承 那聚合呢 它指的是啥呀 叫亥赖了 是有一个什么什么 就可以用聚合了 比如说 怎么样 球队 咱有一个守门员 人呢 咱有一个脑袋 对吧 那这种都属于是聚合的关系 那聚合呢 它有两类 一类呢 是松散的 一类是紧密的 就像这个球队 有一个守门员一样 你这个守门员没了 它也是一个球队 只不过呢 可能这个 不一定打球能赢 对吧 但是它也算是一个球队 但是如果你这个人 没有这个脑袋 那你这可就不叫一个人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种有松散和紧密之分 那我们现在说的啥呀 说的叫依赖注入 就是我现在B类 需要依赖了谁呀 A的时候 那么在我们Sprint里面 把这个A的值 可以给你设置进来 那注意 前提我说了 必须是什么 是你这个类得交给Sprint管了 Sprint在创建这个类的过程当中 会把这个类所依赖的属性设置进来 那你现在来看这 就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假设在我们的DU的这个实现类当中 它呢需要依赖一个什么 依赖一个属性 比如说就是Name 就是这个Name 然后呢 我们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得在这给它提供什么 赛的方法 对吧 你设置值是不是有一个set就行了 然后呢 我到这边把这名字给它输出一下 这就说明我们这个类啊 依赖了一个字符串类型的一个Name属性 那如果是传统方式 你想给这个属性设置个值 咋设置 传统方式 就这 咋设置值啊 注意你不能用接口设置了 接口里有这属性吗 没有 你必须得把它变成谁 具体的实现类 然后呢 你通过谁啊 实现类 我那不是在实现类里面添加的吗 是啊 我在点 大写的 点 是不是就有set name了 比如说我们设置一个名字 哎 就它了 那你现在你看 我想给这个类里边的某一个属性设置值 是不是挺麻烦 第一 你不能面向接口编程了 第二 你是不是还得手动掉这个方法 也得去改变程序的原代码吧 对不对 但是有了sprint就不一样了 sprint呢 可以把这个类所依赖的属性自动给我设置进来 但是我说了前提是 这个类你得交给他呀 sprint管 那现在这个类我们交不交给sprint管呢 交给了吧 这是不是就是sprint在帮我们管理这个类 然后你现在只需要在这里面通过一个标签 叫property 然后写上那个属性名 然后这呢 写一个value就行了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写个谁啊 写个 哎 这个这个 李东吧 哎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这就完事了 啊 这就完事了 你现在到我们下边运行demo2 你看这个值能不能取出来 设备设置进来啊 哎 就设置进来 这个设置这个值的过程就叫做di 就是sprint在帮我们创建这个类的实力的过程当中 这个类的实力是不是sprint创建的 帮我们创建这个类的过程当中 发现这个类里边有一个属性 这叫依赖 对吧 那么他就把这个属性帮我们设置进来 通过这边的配置啊 就帮我们把这属性设置进来 这种就叫做di 啊 所以说你一定得区分开 IOC和di的一个区别 IOC指的是把这个类交给sprint管理了 那么di指的是sprint在管理这个类的过程当中 把这个类的属性给你设置进来 哎这就是di 好了那这是关于呢我们的